这时,魔音般的钟声传入谭云等人耳中 三声钟响,首席在功勋道场有事召集我们,走吧 谭云说罢,收起十天魔元和金龙神师之后 便与众人凌空虚度朝功勋道场飞去 大半个时辰后,当谭云等人落在道场上之时 已发现一万三千多名弟子已经整齐地站好 他们正恭敬地仰视着一号功勋高台上的谭台玄仲 此刻谭台玄仲身后,毕恭毕敬站着四名老者 谭云瞳孔骤然一缩 他发现竟看不出其中三人的修为 这让他心神一震 这四人,至少是圣文二重修为 宗主找他们来,莫非是让他们管理县门功勋一脉 谭台玄仲父是功勋一脉弟子,神色素末 接下来,本宗主有三件事宣布 第一,如今圣门功勋一脉已经建成 即日起,晋升神魂境的弟子 便可进入圣门功勋一脉修炼 宿兵,宿真听风 属下在 即日起,本宗主封审宿兵为圣门功勋一脉首席 封审宿真为圣门功勋一脉太上长老 属下多谢宗主 嗯,起来吧 让二女起身之后,谭台玄仲便回首看向四名老者 即日起,本宗主封谭台安为仙门功勋一脉大长老 封谭台定为仙门功勋一脉二长老 封谭台圣为仙门功勋一脉三长老 封谭台宗为仙门功勋一脉四长老 四位长老文言,皆朝谭台玄仲叩叩首道谢 谭台玄仲点点头 嗯,从今以后,你们四人要以壮大内门 掀门功勋一脉为己任,切记不可懈怠 此外,沈宿兵乃整个功勋一脉之尊 他的命令就是本宗主的命令 你们谁敢违抗,杀无赦 说下尊名 嗯 宿兵,圣门功勋一脉的位置 本宗主已经交给你了 你现在可以带领弟子们前往圣宗了 当然,本宗主的二叔也会随你们一同前往 你和四长老交接一下师仪 然后,跟我前往圣门 沈宿兵领命便看向沈青秋 是,小姐 谭云,你上来 是,宗主 宗主,您有何吩咐 谭云略上一号功勋高台之际 谭台玄众便挥手布下格音结件 你可还记得 我和你说过圣门奸细之事 记得 圣门丹麦首席公孙杨春 器麦首席谢绝尘 辅麦首席朱道生 镇麦首席冯青成 还有兽魂一脉首席段苍穹 此外 圣门丹麦 武魂 风雷 古魂 兽魂 圣魂 辅麦 器麦 镇麦 亦有数十名长老是奸细 你记得就好 这些人中 一定有人因为你得到本宗主青睐 而会背地里派人对付你 你今后在圣门如履薄冰 要多加小心 弟子明白 弟子知道该如何应付 段苍天 段苍穹 难道这是巧合吗 哦 谭语 你在说什么 宗主 圣魂一脉首席段苍穹事和来历 您知道吗 他呀 我自然知道 他是南宫圣巢的人 怎么了 实不相瞒 弟子和南宫圣巢的段苍天 有不共戴天之仇 您可否凝聚出段苍穹的记忆影像 让弟子一观 哦 可以 坦台玄重右手一挥 一碰灵力便在虚空之中 幻化出一名九寻老者的模样 谭云看着老者 在回忆之前段苍天的模样 发现两人竟是如此相似 谭云断定 两人八成是亲兄弟 至少也是近亲 同时谭云也清楚 段苍穹为何以真面目混入皇父圣宗 因为段苍穹不甘使用易容术 那样的话 很容易被皇父圣宗老古董一眼看穿 正如谭云猜测 段苍穹 段苍天 的确是亲兄弟 而此刻谨慎行事的段苍穹 还不知谭云已经从段苍天那猜到了他的身份 坦台玄重看着面色难看的谭云 怎么了 宗主 若弟子没猜错的话 段苍穹和弟子仇人段苍天 有血缘关系 谭云玄重文言点了点头 并未多问什么 反倒是出言叮嘱 嗯 谭云 我知道你有灵渊保护 不过你记住 圣门中的这些奸细 不到万不得已 不要去动他们 尤其是五大首席 一旦动了他们 很有可能会 牵一翻而动全身 他们若报复你 你暂时只能自保 明白吗 弟子明白 嗯 你记住 圣门其他九脉中 有圣子一百六十八名 圣女八十六人 这些弟子 才是你真正的对手 本宗主 只有一个要求 你要铭记 那就是 让这些阻拦你的圣子圣女 成为你成长道路中的 垫脚石 你不仅要做外门第一 内门第一 先门第一 同样还要争得 圣门第一 本宗主对你 期望很深 切莫让本宗主失望 弟子定不让您失望 好 本宗主期待你的表现 啊 谭云 皇甫玉宇 是本宗主 挚友的孩子 你一定要保护好他 弟子明白 二人说吧 便解除 隔音结界 化作一道光束 迸射向天际 消失无踪 而这时 沈素兵已驾驭灵州 载着三百一十二名 神魂精弟子 与沈素贞 沈青秋 在等着自己 谭云掠上灵州之后 四位长老随即躬身 属下恭送首席 恭送太上长老 属下恭送首席 恭送太上长老 一众弟子 于是叩首恭送首席 就在众弟子 潮水般的声响中 沈素兵驾驭灵州 消失于功勋道场之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